我就留意到一件事,而她媽媽也沒有留意到 那張照片就是她趴在那裡,她的頸上有一條紅色的印 好像在這個位置 我就覺得,咦,慢著,有點奇怪 然後我就問她媽媽,你見不見到她的頸上有一條紅色的印 然後她媽媽就摸一摸,對呀,我都沒有留意到 她立即聯想她告訴我那件事 但是,她媽媽也說了給我聽一件事,就很奇怪 這個小朋友,她很不喜歡別人搞這條頸 和你RollGate,順不順由你 歡迎大家收看幼齡,開始 我Kat和拍檔Connor和大家見面 記得要開始之前,要Follow我們Facebook 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隔個星期上來錄一錄 還記得一凌晨凌晨收聽我們本地頻道 38點2號台,天下衛視的遊靈開始 今天我們有我們的升級嘉賓Benjamin 大家一點都不陌生了,相信 你好,你好,你好 在我們開始聽一下Benjamin分享故事之前 我前陣子在錄手機,看抖音 我看幾年前有一個抖音 有一個女士,就是白人,是美國人 那段片是她駕駛車 兒子不斷跟她說話 說了10分鐘 但她說一些很奇怪 她不斷在說她是一個嬰兒 但她被車撞死了,不斷在說 她媽媽開始覺得奇怪之後 就開始錄影 就是車內的攝影機 對,就開始慢慢聊聊 原來她的兒子想表達 其實她上一輩子都是一個嬰兒 但她嬰兒的時候就被車撞死了 然後就做了你的嬰兒 她亦在說 其實我在未來到變成你嬰兒之前 我在天堂上看到我的姐姐和哥哥 在這個片段透露裡面 這位太太、這位女士 亦都曾經真的流產過兩次 這樣就令到這件事很詭異 除了她在說她自己的前世之外 她亦都說了很多不同古令精華的東西 例如說我其實是來自於火星 有些網民對於這條片的評論 就好像說 其實她是附和你而已 你問她問題,你這麼刑重 她便附和你 這些怎樣呢 你們看看,觀眾看看怎樣 但也有美國大學的研究 就說 很多這些 說可以記得之前 上一世發生過什麼事 或者怎樣死的人 他們有75% 很多都是因為死於意外 這個就是一個大學的研究 但怎樣呢 就是這些是一些數據 分享給大家 我又不阻礙大家的時間 聽Benjamin 說一些真實故事給大家聽聽 都是類似差不多 這件事發生 其實源頭是發生在大概 三、四年前左右 疫情之前的一年 因為我記得就是我們公司未搬到現在的地方 當時在舊的地址的時候 我同時有很多不同的種族 有白人、有黑人、有中國人 他們就覺得我很奇怪 因為我有一些能力可以做到某些事 而他們外國人是覺得很神奇 很圓滑 其中一樣就是 可以幫他們查到究竟你未來 或者曾經你有幾多個子女、男還是女 先後次序會排出來 告訴他們 最初就是一個 我坐在我旁邊的一個黑人 他高高大 其實我對我身邊的同事 除了一個很熟悉、很老友的 都是香港來的同事之外 比較熟悉他的家 其他人我是不知道他們家裡的背景 發生什麼事 當中那一刻人就問我 你試一下幫我測一下 我跟他檢查完之後 他都呆了 他都說你真是中的 他又不知怎樣 因為拘捕了另外一個同事 坐很遠的白人 我想我估計那個黑人 是知道白人的底細 可能有很多事情都會談 拉過來 我也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然後跟他檢查 檢查完之後 有個女兒 然後還有一個兒子 然後那一刻人就直接看著那個白人 嘩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不知道究竟印證什麼 那個白人又呆了少少 又不出聲 好像自己在想事情 然後就走過去 好了 這件事 另外一個同事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香港人 那他就都想拜卦一下 因為當時他沒有小朋友 他跟他先生結了婚 三四年 四五年 那我就跟你試一下 那檢查 他就沒有想著要有小朋友 可能就 或者是未準備 也都不知道要兒子還是女 那就去我跟他檢查 那我檢查了 咦 是女兒來的 你有 不過是個女兒來的 跟著我說 待著 還有一個來的 是兒子來的 那我就說 就這麼多了 咦 不是吧 那他就 他跟他先生 他先生就是這裡出生的華人 亦都會說廣東話 那他跟他先生就做了一樣東西 就是當他有了之後 他們就不去照 究竟這個第一胎是男還是女 讓他出生才知道 即是保持一個神秘的 這麼搞笑 誰知道出來之後 是真的一個女 好的 那隔了兩年之後 亦都另一個弟弟出生了 是 證實了是中的 但是當中有一件很奇怪的事 就是當這個同事他懷孕的時候 是 第一胎 第一胎 懷孕的時候 因為他知道我都是六任 他是沒有宗教信仰 但是他家裡的背景就是天主教 他家是捐錢向香港建學校 所以變成他家裡的宗教信仰挺強 但是他沒有的 OK 那他先生亦都沒有 但是有一晚他發夢 就發現了一個情境 大家可以想一想 我跟著來講 一路在想 可以閉上眼去想 你就知道的情境 他發夢 他在一個森林裏面 那些樹也都好像很爛 或者是很殘舊 或者是乾脆脆的那些樹 那些樹幹也都很幼 灰灰黑黑的那樣 但是在他面前就出現了一個女生 那個女生大概是十三至十四歲左右 但是是背著他的 就是說我這個同事的Vision 是看著他站在他後面 但是在短時間之內 這個女生被前面一個男人 站在一個男人拿一刀 砍了頭 頭飛了 接著他就嚇醒了 他嚇醒了 他很害怕 所以就跑來問我 然後 後來我就想一想 我就說 咦 他可能給一個前世的畫面給你看 給你一些訊息給你 告訴你什麼事 對 所以 還有下文 他跟著下來的情節 都比較特別一點 那怎麼樣呢 我們休息一會 休息回來繼續 遊靈開始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 遊靈開始營養 我 Colin 以及Benjamin 好了 繼續 剛才那個夢境 剛才說到就是 他的夢境 就發覺到 看到就是前面的女生 就被人砍了頭 是 他就醒了 他就很害怕 走來問我 我也告訴他 這個應該是 他的前世發生的事 即是他那時候在懷人 是的 懷人 我這個同事就很 因為我都說了 他沒有宗教信仰 所以他很多事情 他都不會偏去神怪那邊想 他就問了我 為何要給我看 我說很簡單 你認識一個朋友 朋友要告訴你 他自己的事 第一件事 他最深刻的 當然是他那樣 因為他死得那麼悲壯 我可以這樣說 是的 但是我這個同事 說了一件事 給我聽 就是這個女生 他看到應該是 中東那邊的國家 即是發生地 雖然他看完是有背影 但他給了他的感覺 是一個中東的女孩 是的 而那個男人 也是一個中東人 好了 這件事發生了 他也有點害怕 我們不用擔心 他自己也跟我說 即是極其量 我給了一個訊號 是的 給一個訊號 他說我知道了 我不想再看這些 這麼血淋淋的東西 我說可以了 他讓你看 你有這樣的訊號 你不想看 他也不會再給你看 不過他讓你知道 他之前是怎樣 好了 這件事完了之後 大家都沒有什麼 懷疑 小朋友出生了 也很有趣 但是當時 因為剛剛撞症 我們這邊 COVID開始 是 所以我就沒有機會去探望 唯有 就是他發一些照片給我看 很奇怪 他發一些照片給我看的時候 我就留意到一件事 而他媽媽也沒有留意到 OK 那張照片就是他趴在那裡 他的頸子有一條紅色的印 好像在這個位置 我就覺得 慢著 有點奇怪 然後我就問他媽媽 你看到他頸子有一條紅色的印 然後他媽媽就摸一摸 是的 我也沒有留意到 他立即聯想他告訴我 那件事 哇 但是呢 他媽媽也說了給我聽 一件事 就很奇怪 這個小朋友 他很不喜歡別人 搞這條頸子 你摸一條頸 跟他抹身 他就縮得很緊要 這個是前世記憶 放回來告訴他 這個信號 OK 那 這個小朋友 有什麼奇怪呢 就是 其實他又不是奇怪 我覺得是 我只可以說是特別 OK 因為他其實這個女生 都 他很聰明 真的很聰明 對一個兩歲 現在三歲 出街 他會自從不拖 他爸爸媽媽會拖著我 跟我太太 逛街 就在店裡 很聰明 當時我也有些八卦 你拿他的八字來看看 我也被大師看過 但他給我的時候 我一計算到 是全音格 什麼叫全音格呢 八字 我們的學名叫八字純音 對 那計八字就有年月一時 就是天干地支 年份的天干地支 月份的天干地支 日子的天干地支 和時辰的天干地支 剛好 因為天干地支 就是甲月丙丁茂己那些 和地支就是紫秋仁茂那些 每一個字都有份音和羊 譬如甲屬木 但屬於羊性的木 月亦屬木 只不過是陰性的木 譬如甲人年 這個純陽的格局 月未年 月是陰的 五味這個字 又是屬陰的 在天干地支的牌位裏 譬如月未年 丁茂之類 他數下來的時候 天干地支 全部都是陰卦的天干地支 我們就叫八字純陰 而且有種情況之下 如果八字純陰裏面 它裏面佔的那些五行 屬土比較多 我們就叫做土寵 這就是正宗的撞野命 即是高靈體質 以我師傅跟我說 我可能不知道是否因為學這件事 其實遇到 我師傅就告訴我 他幾十年來遇到純陰 傳陰格的人不多 很少的 只有兩三個 但我遇到過去十年 我遇到四個 包括一個男生 是純陽格 傳陽格 但他的女朋友是傳陰格 傳陽和傳陰有什麼分別呢 傳陽和傳陰就是 缺一不可 如果他們在一起的話 即是我師傅這樣說 沒有了大家都 事大一個都不行 但傳陰格有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體質比較敏感 或者容易看到東西 或者通常我們以前的老一輩 紋米的人 多數都是傳陰格 他的名格是傳陰格 加上他是女人 陰身 變了就更加容易接觸 當然也有些人不喜歡 也有些人覺得不好 但其實沒有好壞之分 因為他有這樣的能力 亦都可以說拿這件事來幫人 可能是好事 這部份只是我這樣揣測 一個兩三歲的小女孩 其實開始懂得說話 朝朝朝朝 她的嘴巴都很厲害 有時她自己會在家裡 都會說話 說些什麼呢 不是只說我要吃這件 我要吃那件 不是這些 她會跟她媽媽突然說 姐姐做什麼好 會經過我們這間屋 我的同事 我的朋友就會說 看出去窗外面 是不是有人經過 因為她那些是平房 一層過的那些 範圍風格的屋 旁邊是車房 不是樓下車房 是旁邊是車房 她就以為有人到外面走過 沒有人 久而久之突然又會看到 我去她那間屋 她有三間房 一間房 對正後院 有一個大的落地玻璃窗 燙門 這女生就睡這間房 爸爸媽媽就在旁邊那間房 很多時 爸爸媽媽和她在換衣服 穿鞋 她就會看外面 有個哥哥 有個叔叔 以我數到的 除了有個哥哥 有個叔叔 有個姐姐 還有一些狐狸 OK 這個我現在才慢慢鋪排出來 告訴你是甚麼情況 一個這麼小的小女兒 就已經看到這麼多東西 但都是在她家裡看到 在家裡 她看出後一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其實以我所知 就是哥哥和叔叔 是站在後院一棵大樹旁邊 不入屋的 不知為何經常站在那裡 但為何不入屋 又沒有說法呢 我們休息一會 休息回來繼續 游靈開始 歡迎回到最後一節的游靈開始 我們都不要介紹了 直接來吧 剛才說 就是說她家裡 應該是後院有一個哥哥 還有一個叔叔 屋裡時不時有個姐姐經過 OK 那媽媽就開始害怕了 會打電話給我 WhatsApp給我 怎樣算了 那開始我都跟她 因為第一 我覺得她們沒有傷害性 而是小朋友看到 大人看不到 那你可以怎樣做呢 第一就是幫她封床 在她房間封了床 封了她附近的地方 變成了第一件事就是 將她的窗 後面的窗 即是那個窗門 對著後一的窗門 封了她 你封的意思就是 作法令到東西進入 下法 下法下去就封了 所謂下的結界 OK 那她進不來不止 那再加上就是 在她的床上 我下了法 變成有事經過 搞不到她的床 即是她睡在那裡 她不能搞到她 再加上我就 在壇拿了半經書 放在她的枕頭底 亦都讓她好睡一點 我特意做完這些事 做完之後 過了一段時間 其實我都會問這個同事 或者朋友 我問行不行 有沒有什麼問題 又不改善 最重要是 因為我做了事 我要知道行不行 是不行的 為什麼呢 是因為我不行 還是我做流行事 開始都相安無事 後來之後開始 她覺得都沒有問題 我說記住一件事 千萬不要把床褥反轉 你反轉不要緊 你告訴我 我再來做事 因為一反轉 就已經洗完我的法 基本上 那根本經書 也不能掉到地上 我亦都落了一道符 我自己寫了一道符 上壇做了事 之後就放在她的床的位置 對正外面的後壓 其實我有一點擔心是什麼 不是說我的法不行 或者是做不到 是因為你好像起了鋼 告訴她 你不要過來 別人都沒有打算搞你 你不要過來 這樣去警告別人 別人可能會真的走來搞你 我是怕這樣 所以為什麼一直在檢查 但一直都相關無事 後來到了一天 嬰兒在香港洗手間 媽媽和她在洗澡 她亦都事無忌憚地說 我看到上面有狗狗 有狗狗 因為我同事很正常看不到 我跟她一邊洗澡一邊聊 那這狗狗是怎樣的 他們對著我笑 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在天花板上走來走去 天花板 其實你在想為什麼在天花板上走來走去 有幾多隻 有五、六隻左右 那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在對著我笑 他們在玩 那這狗狗是什麼顏色 這狗是橙色的 他一告訴我 我立刻上Google 下載了一些照片給他看 是不是這一種 他說是 那就是狐狸 那狐狸才會橙色 他的女兒就說是這樣的 那我就在這裡有一個懷疑 究竟他是不是附近有狐仙在這裡坐鎮 而經過所以有那麼多狐狸的靈魂在這裡 這個是我自己的看法 我也曾經想了很久 究竟為什麼他們會在這裡 而對他是友善的 那跟他本身有沒有關係呢 我也不想太多 那又去他家裡做事 清了 好了,搞定了 搞定了就 Benz 除了那些狐狸你也清得到 都是陰 都是靈體 都是靈體 都是這樣做的 之後過了一段時間 他就已經好很多了 但是以他所說 就是他女兒還看到 有個哥哥和叔叔 經常在樹下 那次我之前沒有做的 我覺得不要趕盡殺絕 那我就去了他後藥 拿了幾道符 又拿了幾道符 寫了幾道符 和他化了 就封了他 下了結界 跟著就封了整個後藥 那就清了 那之後 跟著那幾個星期都相安無事 那後來他們就買另外一間屋 就陽光氣十足 很光猛 在另外一個區 就搬了過去 那我的同事也都覺得 放下心頭大色 也都叫我去看了 說擺了四角 跟他做了所有事情 那我覺得這間屋舒服 比舊那間 因為舊那間始終沒有陽光進入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的地區問題 和近墳場附近 那他搬了過去的時候 撿了些東西過去 還有少許東西未撿 還有些東西撿起來 就可以搬過去 就跟妹妹和弟弟說 不如我們再回舊屋看一看 我們住了那麼久 看一看我們撿完東西 我們回去就不回去 因為他打算租一間屋給別人 那妹妹就說了一句話 我不回去 我不知道哥哥和姐姐和叔叔 在不在那 他們經常在那 怎樣都不肯回去 就是這樣 他引領了 都是不要帶他回去 免得一會兒又帶過去新屋 又搞一輪 他的新屋比舊那間屋更加大 我要做的事可能會更加多 所以我都是不要帶他回去 因為當時Benjamin和我說了兩句 我也有一個信號 傳到我腦裡的感應 我會覺得 這個姐姐哥哥和一個男人 這幾個人物不停在這裏出現 有這樣的可能 這三個都是撞在附近墳場的一些人士 而這三個人可能在前世 和這個女孩是有點瓜葛 也不一定 可能是他前世的父母兄弟姊妹也不一定 而一個男人可能也是 已經斬他頭的那個男人死了 其實是另一個提勢 什麼都不知道 我感覺好像跟他有些 連繫 連繫淵源 所以他經常不停都要看著他 但你說這麼多人 如果你說一、兩隻 有時候聽到也會害怕 你還要一次見六、七個人 但這個情況也不是第一次 不是個別案件 可以這麼說 因為在我認知的 我認識的 那些親密之後 也有幾個類似 那些小朋友是見到不是一個 是見到一個人 這個小妹妹 她開始發覺到 她媽媽告訴我 她開始知道她看到的東西 媽媽、爸爸未必看到 我跟她說 你最重要是有一個正確的觀念 不要緊 不一定有害 就像人一樣 你看到一個人站著 她未必是好人 也未必是壞人 不知各位觀眾有沒有至親都有一些特別的能力 而你又怎樣跟我們相處 歡迎留言給我們 我們今集非常多謝Benjamin跟我們分享這個故事 真是聽到我聽出已有 那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記得收看由零開始 拜拜